康熙皇帝突然一改往日的惯例,要在尚书房接见李光帝、张婷玉、佟国伟和马齐四位大臣。 四个人一听李德权喊了一嗓子,万岁爷驾临,李光帝、张婷玉、佟国伟、马齐接驾,四个人不敢怠慢,急忙都迎出门去。 今天啊,康熙皇帝穿了一身便装,外边穿了一件貂皮面的褂子,里头套了一件蓝色姜绸面,清白砍尖,也没戴帽子,脚下蹬了一双鹿皮靴子,倒背着双手,在一大群太监的簇拥下,由月华门徐步而入。 几天没见臣子了,又没家大厂批肩,看上去好像是轻瘦了一点,但是精神却很好。 他来到尚书房,因为见李光帝也跪在门口,略意迟疑,好像想说什么,但是又没说出来,静止带着李德权行年得动派,进了尚书房。 半天才吩咐说,你们进来吧,又指着门边的凳子说,李光帝,你坐那边,你们几个呢,跪到这边,都不用请安了。 几个大臣急忙进来,磕头谢恩,按照康熙指定的位置,跪好,坐好了。 张亭玉笑着说,外头残血未尽,这大冷的天,有什么事儿,主子传唤一声,挪他们过去就是了,何必劳动胜价呢? 康熙瞟了张亭玉一眼,不冷不热的说, 哈哈,朕想,你们这些个天哪,比朕还累呢,天晴了,朕也想走动走动。 张亭玉不由瞟了一眼李光帝,心中暗想,要只是出来走动走动,那何必要传唤李光帝呢? 正在胡思乱想,就听康熙问。 张亭玉,上书房转到养心殿的折子,你都看了没有啊,有几个二个入选太子啊? 张亭玉赶紧磕了个头,回主子,奴才这几天呢,是忙着料理各地钱粮路库,压界进京的事儿。 如今呢,过了天井,运河结洞,潮船上不来,明年春天呢,直立荆棘,还差着五十万袋粮食呢。 因此,这心里着急,已经催着他们从汉路运来。 至于临选东宫的事儿,是马齐同国为他们两个操办的。 奴才自己已经上了密折,想来万岁爷已经过目了,如果万岁爷要详明的数码,那容臣等统计列奏。 康熙听了这话,又转看马齐。 马齐赶紧回答说,回万岁爷的话,三阿哥,四阿哥,十三阿哥,十四阿哥,都有推荐的折子,个人呢,都是两份。 五阿哥,七阿哥,每人是一份。 最多的呢,那就是八阿哥印刺了,推荐的折子一共是七百四十三件。 云贵两省呢,路程比较远,他们的奏章还没到,大概金明这两天也就到了,青海藏猛,遵照您的旨意,不必参与,因此就没记在内。 康熙瞟了他一眼。 完了? 啊,是,是啊。 康熙的脸一下子拉长了。 那二阿哥呢? 据朕所知,印祥印针,印李三个阿哥,仍然保的是印仁。 还有王岩,武丹,狼沈,宁古塔,八海,苏里哈达,都保的是印仁。 你和佟国伟是怎么弄的? 居然没计算在内呀。 马齐不由一愣,正要回话呢。 佟国伟磕了个头说。 哦,哦,回皇上,二阿哥,那,那是被废了的太子啊。 就因为废了二阿哥的太子,所以才有举荐新储君的旨意呀。 所以奴才以为印仁不宜入宣,所以就没有降奏。 哼,你以为? 这什么时候说过,不许宝宗印仁来着? 这一句话,问得众人目瞪口呆。 好像把上厨房的空气压得紧紧的,人人都透不过气儿来了。 里里外外的侍卫太监见皇帝又发脾气了。 人人变脑失色呀。 就连李光帝也吉林亮打了个寒战。 不安的挪动了一下。 他简直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该坐着还是该跪下了。 马帝样子搞唾沫霜。 皇上,这的确是奴才等的疏忽,既然煮上药,那奴才这就办理。 康熙冷冷一笑。 哼哼,你倒疏忽得好啊,你精明着呢,不然为什么手心里写着个八字,周游六步? 说到这儿,崇拜他喊了一嗓子,刘铁诚。 刘铁诚就守在门口呢,轻轻堪戏喊他,急忙进来,垂手而立。 万岁爷有什么旨意? 你去传旨,叫十岁以上的二个都在天庭门外跪着,等候诏书。 是,奴才这就去传旨。 刘铁诚说完,转身出去了。 康熙这才又说, 弑君为成,你们位极人臣,连这点子道理都不懂吗? 什么七百多人饱咒八个,要是没人串联,就这么一心吗? 彤国为听到这儿,立刻明白了,是这位老皇上啊,变挂了。 这一紧张,头上就渗出汗布来了。 正在缠年之中,就听张秀玉说。 万岁爷请息怒,这八个呢,也的确有他的过人之处,忠信平和,宽人大度,而且鞋识也相当的好,儒雅端庄。 马齐和同国为二位,宝剑他呢,也不为无音。 至于说串联嘛,那也是偶尔不紧。 我们处在这个位置,也实在是难,求主上圣剑。 这么大的事儿,一定要万岁满意,百官满意,天下百姓满意。 既不能草率一蹴而就,臣以为那重新推举也可以啊。 听了张秀玉这番话,同国为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,心中暗响。 嘿,这个张秀玉不言声递了个秘辙。 这,这里头还不定说些什么呢,这回子又在这儿装好人,又要重新推举,真是显不可测。 想到这儿,他磕了个头说, 万岁满意,张秀玉,阿谀奉承,玉君取宠,真正是个奸臣。 七天之前,万岁爷下了诏书,颁布天下,隶属印仁之物,钱断废处,又有指令,让百官推举太子,还说要亦为公义侍从,臣等闷心自问,绝无自外万岁之心。 草戒匹夫,尚且以信为本,我天朝万圣之君,岂可朝令夕改? 好家伙,红国伟这番话说得可够厉害的吧。 康熙看着他冷笑一声说, 呵呵,红国伟,你可以啊,张秀玉替你打圆场,你倒反而诬陷他。 你们看看,这是个什么人哪? 你那点的忠心,朕心里有数。 马齐呢,他是没心眼,瞎揣摩,明着来。 你呢,是来按的,以为朕不知道吗? 不但串联你的门声,还和二个们联手。 七二个十二二个的本章,就是出自你府上哪个师爷的手笔吧,以为朕不知道吗? 听了康熙这话,红国伟的脸色苍白苍白的,一句话也回不出来。 他连做梦也没想到,这几天皇上是病卧敬仰,所居深宫。 但是他的消息竟然如此灵通。 他踏在地上浑身发抖,正在寻思该如何回奏呢? 刘铁城进来了。 主子,所有的二个,连二二个都传到了。 只有大二个千金在哪儿,奴才不知道,请皇上侍下,奴才去拜。 康熙冷冷地点了点头。 啊,不用传他了。 又回过头来说,哼,你们也不想想,九州万方这么大的天下,一兆生灵百姓,终归要托付给一个人的。 这么重大的事儿,朕岂肯掉以轻心吗? 你同国为的奏章,朕背都背得出来了。 什么,皇上办事精明,天下人无不知晓,断无错误之处。 此事与圣公关系甚大,若日后易于措置,起素次锐断,或日后难以措置,一起次锐断,总之将原定足矣,熟律师行为善。 这,是不是你写的? 同国为好容易才恢复了一点神志,颤声回咒说,是,是,是奴才,奴才因听皇上圣公为和,所以急不择言求皇上。 你代章名奏,代于抵报,哪个人还敢为了那个什么原定足矣啊? 你这点子用心,还以为朕不明白吗? 你口口声声说,每日祝天求佛,愿皇上万岁。 自武帝到如今,也不过几千年,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? 还敢说张庭玉,玉君是奸臣。 红国为早已被驳得魂不复体,浑身大汗淋漓,哪儿还回得出话呀? 此刻,上书房大臣无论是跪着的还是站着的,都如木雕泥塑一般,脸色苍白的,像一句句僵尸似的。 就在这时,只听康熙断壳一声,童国为,你起来,回去闭门读书。 这后,童国为答应一声,他唾唾唾唾的,伸手下意识地,就要去拿放在一旁的珊瑚顶带。 一抬眼,看见康熙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呢,吓得他手一缩,赶紧磕了三个头,站起身来,失魂落魄地退出门外。 因为他是退着出去的,这一转身呢,正好碰在狼牙下的柱子上了,两眼一黑,好弦没晕过去。 众人见他如此狼狈,觉得又是可怜,又是好笑,谁也不敢上前去搀扶他,只眼睁睁地看着他,亮亮腔腔地走了。 马齐跪前一步说,皇上,奴才与童国为是一样的罪,求主子重重重处,但是奴才以为,阿哥之中却乎才有八爷,身骁万岁,叛万岁不以臣下之过,而弃用贤者之王。 康熙愣张了一下,嗯? 怎么,你还是保八阿哥? 哼,不过,你与童国为不一样,你的罪在于不该到六步乱串,推波助澜,保八阿哥。 嗯,将你两斤,仍在上厨房行走,位列张庭玉之后,你可不去。 还没等马齐说话呢,张庭玉急忙说, 皇上,雷霆雨露皆是君恩,万岁处置极荡,不过,上厨房大臣是轮班执事,呃,从来没有什么先后,不是奴才不敢居前,实在是半差不变,求万岁爷免去这一条吧。 康熙瞧了他一眼,点了点头,嗯,也罢,李光帝,你知道朕照你来有什么事吗? 李光帝早就坐不住了,只是因为康熙八个同国为,跟他没什么关系,也插不上话。 此刻,听康熙问到自己,急忙起身,跪倒在地。 啊,呃,臣也保见的是八阿哥,请万岁训会。 行了,你起了吧,你是有岁数的人了,像你,王岩,武丹这些人,只要无心为恶,朕不轻易处罚。 但是你这一次,其实真是辜负了朕的苦心呢,那一天召见你,朕说了那么多话,朕心里想的什么,连张庭玉他们也不知道。 你是西朝元老,为什么听着马蹄同国为他们胡来呢? 你竟然是一言不发。 李光碧,公身听着,呃,回万岁爷的话,陈与马齐的心思一样,虽然觉得万岁有护之太子的情分,但是以天下为公论之,仍应该本着良知推荐, 于私心而论,朝局纷乱如麻,为少惹是非,臣没向外人透露万岁爷的旨意,此则臣之罪也,求皇上圣见臣心,处置臣罪。 张庭玉一边听一边想,李光帝不疾不虚,不卑不亢,聊聊术语,说得汤水不漏。 难怪外头有人叫他琉璃袋儿,四十年浣海沉浮,多少人事,只有他窥然不动,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啊。 正在沉思,康熙站起身来,看着张庭玉说, 庭玉啊,朕说,你来起草诏书。 张庭玉答应一声,极为熟练的原理在手,等着康熙下旨。 只听康熙说, 这次废太子,是朕一人独断专行,没有和你们商议。 现在想起来或许是过了一些。 当时拿他的情形,庭玉是知道的,实在是理所当然,上下陈宫也没有以为朕做错了的。 但事过之后,每念此事,不适于心。 他的那些个罪名,有的有,有的的确是捕风捉影。 现在看他的心急,像是渐渐好了。 不但陈下可惜,朕也惋惜。 他好了,是朕的福,也是陈下的福。 还是要好好护士,勤家教会,不要让他离开朕。 但朕也不能立刻赴印仁的位置。 传玉陈公知道就是了,印仁也不会报复仇怨,这一条,朕可以作保。 张庭玉是行文急速。 康熙的话刚一落音,墨汁淋漓的玉址已经写好了。 他小心翼翼的吹了吹,双手捧给康熙。 哎,万岁,八爷的事儿,不管怎么说,已经出来了。 况且,前头有明发赵玉,这没有回音,恐怕也不大好吧。 康熙没有马上回答,接过那份赵书看了看,满意的点了点头,向李光帝说。 哦,解灵还需寄灵人。 光帝啊,就由你去田径门传旨,宣旨之前,命印仁先进来见朕。 这…… 李光帝啊,李光帝答应一声,师那一礼,转身刚要走,康熙又把他给叫住了。 慢,还要传朕的口谕。 八二个印字,系新者库见飞所出,且办理正事,书少牢记,断不可立为太子。 还有,九二个印堂,十二个印额,掌妇印字,稀图夺敌,罪则难逃,着一体所拿宗人府,勘后定罪。 嗯,哦,这…… 李光帝答应一声,转身出去了,康熙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,张廷玉和马齐把心提的老高,心说,皇上这是怎么了? 他明明说,让百官推荐太子,结果吧,推荐了八二个,这他又生气了,这要捉拿八二个。 这么一来,朝廷上下,立刻又要掀起滔天的狂澜了,正在胡思乱想,被废了的太子燕仁来了。 今天呢,他穿了一身酱红色的天马皮脸袍子,外边也没套挂子,在两个太监的导引像,进了上厨房。 按说这个地方,那是他平常来的最多的地方了。 此一别,不到两个月,中间又经了一番惊涛骇浪。 虽然上厨房里的一切和过去一模一样,但是在印仁看来,却有恍若格式之感。 就连那边案子上落着的那些个斗士匣子,他都看着有点陌生了。 见康熙坐在案旁。 印仁便为迟疑了一下,多少有点不知所措的搓了一下手心,这才上前翻身跪倒。 有罪儿臣印仁,恭叩皇阿玛金安。 啊,起来吧,印仁啊,昨儿朕叫你读易经,你可照朕旨的篇章细看了。 啊,印仁起身又打了个签,恭参回答说,回皇阿玛。 儿臣读过了。 哦,有什么感受啊? 呃,儿子反攻自省,觉得受益良深。 康熙微笑着点了点头,单平欲和马齐不由对视了一眼。 从这父子俩和谐的对话中看得出来,他们之间啊,不知已经谈过多少次话了呢。 彼此之间,那点子隔阂呀,早已冰箫瓦解了。 马齐不由得暗自懊悔呀。 没来由得趁什么八个的热灶窝呢? 如今怎么和二二个相处呢? 正在胡思万想,就听张平欲说。 哎,马齐呀,咱们多日不见二爷了,就便给二爷请个安吧。 印仁早就听说了,张平欲是少数几个保健自己的臣子之一。 此刻,见他这样,不由眼前欲红,急忙摆了摆手说。 哎,别别别,张相,我是有罪的人呐,而且父皇在这里怎么敢受你们的礼呢? 快起来,快起来吧。 说着,他上前一步,一手掺起一个,不由心中感慨,万千。 说着,他上前一步,一手掺起来,不由心中感慨,万千。